作词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月远风伴吹散真相 香满起烟煞 乍以为当归入药堂 相思泪须断心头伤 孽儿了手舞在车上 摇零时荒凉 伴下星月角千里过 与君已变两苍茫 冰浪此举不归气 情动来生再续与 争取万物流星 等心燃尽不过体 一万未相度火 唤醒唐青君已变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却让你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曲 今夕何夕 那首难回天注定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很便利 无药可云 任由晴耳天 无影白云都散去 生命月叹息 大雨细细历历 温时回忆 很便利 无药可云 任由晴耳天 无影白云都散去 生命月叹息 你 我的未来应该由我自己决定 登基称帝治理国家 那都是你的事情 现在文武百官都在问我 你为何迟迟不肯登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 我身中毒蛊 寿命不到疏运 看不到秦夕一统的那一天了 结束战狼 恢复我秦夕盛世 只能靠你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明白我的心意 哥 哥 你别激动 只要你身上的毒蛊解除 毒蛊没有解药 你骗我的吧 韩芸汐不是说有解药吗 韩芸汐一直在想办法解毒蛊 但是她根本就没有办法解掉毒蛊 她想殉死陪我 我就故意气地走 你可千万不要再去找她 你把韩芸汐气走了 那你以后怎么办 我从小就身中毒蛊 几次经历生死 对于死亡早已砍淡 你不要太难过 心兮的重担 就交到你手上了 不要让我走的不放心 不行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你放心 这些我今天之内 一定都会看完的 相公 我要跟你说件大事 我跟你说话呢 你干什么呢 毒草纲木 你研究毒干什么呀 乖 先别闹 是不是因为师兄啊 师兄和芸汐 已经彻底撇清关系了呀 你也觉得师兄很过分 对不对 芸汐现在肯定很难受 我得去安慰他 其实 我哥他有苦衷 师兄有什么苦衷啊 他现在什么都有了 他身上的毒蛊无解 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 韩芸汐想陪他一起死 他不愿意 所以 他才会故意气走韩芸汐 不行 我得去找芸汐 听到芸汐你怎么说 说我哥还爱他 那他就要寻死 自从太后赐婚以来 他们俩的情路 比我们还艰难 芸汐怎么这么可怜呢 我哥又何尝不适 我哥又何尝不适 他从小就身中毒蛊 背负着家仇果痕 好不容易遇到喜欢的女子 却又要亲手把他赶走 我这个做弟弟的 还吊儿朗荡 让他操心 我 我 我真是太不懂事了 相公 别自责了 这样吧 明天我们去找太医问问 看看民间有没有隐士高手 也许 能治好师兄身上的毒蛊呢 我们去找太医疙了 你没事吧 身体怎么这么虚弱 是不是生病了 接日军中很多兄弟 都感染了风寒 末将可能也被传染了吧 怎么会大免急感染风寒 少将军你放心 穆老将军已经从宫中 请来了太医来军中医治了 要是身体不舒服 就早点回去休息 我找个人替你 多谢少将军 走吧 启禀陛下 穆家军半数已经染上毒瘟疫 现在已经将他们调离军营 老奴按照陛下的吩咐 趁他们昏睡之际 割脉放毒蛊之血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好 很好 只要毒蛊大军建军成立 朕立刻挥军京都 收复京城 恭喜陛下 不出三日 陛下便可御驾新征了 去 把这莲子羹送去太医院 看看里面是否还有毒 老奴遵旨 七少 七肚草还我 芸汐 你果然是来这里找七肚草了 我昨天看你眼神的时候就很不对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为什么你心里只有他 只有他呢 他都不要你了 你就这样为他牺牲 这值得吗 七少 你是不是跟龙非夜说了 只有我的心头血才能够救他 是 是我说的 我就猜倒是你 难怪他会对我说那么难听的话 你为什么跟他说 亏我还这么信任你 他有知道的权利 一个女人即将要牺牲自己 去救他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被动 更何况 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 我做不到 七少 我的生死我自己决定 七肚草价还我 我不给 杜丫头 你先走 他都不会灿 还想知道 发开 芸汐 快走 важно 危险 就是我 七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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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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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开 快走 快走 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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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样 陆飞烟 你竟然没有发现毒丫头子骗你 七少 西风 带顾七少回去疗伤 是 启禀陛下 说 据太医查验 这碗莲子羹里 还是有毒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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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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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这是朕 特意带回来的毒蛊人 你还满意吗 陛下 臣妾知道错了 臣妾对不起你 臣妾不该和北厘那些人联合 更不应该下毒害陛下 陛下 但是这些都与我弟弟无关 求你放了我弟弟 你错不在此 朕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你机会 你没有好好珍惜 朕跟你说过 西丘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有朕在 朕也跟你说过 西丘可以成为天宁的附属国 朕想用真情打动你 可你依然对朕下毒 兄弟们 有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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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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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到之处 百里将军和孙将军 到哪儿了 百里将军自北出发 居呈两百里 孙将军向南出发 居呈一百八十里 营战独古人大军 刻不容缓 去召集守军和禁军 准备营地 是 西风 把所有药材都搬走 是 抬下去吧 小心点 你们招着干什么呢 殿下 你不是喜欢看花本吗 到时候我让西风 把所有的花本 都给你买回来 西风 从今天开始 王妃不准踏出梅海 半步 是 殿下 我不要被关起来 你就让我跟着你 我绝对不会做 你不喜欢的事情 天徽帝正研究 毒古人大军 若不及时阻止 后果不堪设想 战场上九死一生 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冒险 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冒险 等我打败天徽帝 就立刻回来见你 好吗 那你一定要回来见我 无论生死 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好 殿下 你身体没事吧 殿下 那是 我已经染上了毒蛊 我为什么没有失去理智呢 就算我死了 她也忘不了我 你还会继续喜欢她吗 龙非夜 龙非夜 你也太仔细了吧 放心吧 如果你死了 我 会让毒丫头忘记你的 我此次之战 久死一生 希望你好好守着韩芸汐 不要让她为我做善事 这个不用你教我 哪怕我眼前 是刀山火海 我也可以用我自己的命来保护她 好 记住你的成功 娘 您一定要保佑我 在所有结束之前 能保持清醒 去守护毒丫头 来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你怎么不吃啊 你这么快就醒了 我又不是什么大病 反倒是你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你不吃 你肯定是没挨过饿吧 你要知道 吃饭是人的本能啊 人饥饿到神志不清的时候 这么好吃的东西 放在她眼前 谁会不吃啊 殿下没赶紧走 龙非夜她 她走了啊 她整顿兵马 要和天徽大战 所以以后啊 本少爷来照顾你 那我就找她 你冷静一下 不要着急 对丫头 我知道西金毒蛊人的情况 我还去过他们炼制毒蛊人的地方呢 想不想知道 我们能赢吗 毒蛊大军 她不是这么容易赢的 那我更得去找她了 但是 你去了又能怎么样 你去了能打败毒蛊人吗 你去了 只能给龙非夜添麻烦 你要相信龙非夜 她能打败毒蛊人的 所以啊 你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 好吗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你们看到了吗 天徽那个暴君制造的人间地狱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你们配揣身上的盔甲吧 你们已经变成了助救为虐 残杀百姓的鬼子手 好 住手 住手 走开 放肆 未经通报 竟敢擅自闯入 无妨 老臣拜见陛下 陛下 两军交战与百姓无关 还望陛下慈悲为怀 不要再伤及无辜 慕将军 你为何如此富人之人 这是朕的计策 我军已攻破了龙非夜 这个逆贼的武座城池 毒蛊人 已经杀了他城里好多百姓 他龙非夜 不是一直假仁假义吗 这次一定按捺不住 等到我方将士 把城里人全部杀尽 再由毒蛊人和我方将士 扮成百姓 来个请军入翁 看他龙非夜再有本事 也翻不出天去 你们父子俩 只管带兵打仗 守住自己的位置就好 可是陛下 陈遵命 陈遵命 陛下 刺杀韩芸汐的毒蛊人失败了 老奴要不要再派人去 不必了 等朕大回京城 所有背叛朕 鼓逆朕的人 都得死 你看看你 我就说嘛 你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 跟我一起浪迹天涯多好呀 好了好了不说了 我们先吃饭 你看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你不吃 现在不仅是我的身体虚弱 你的身体也很虚弱啊 所以你要多吃一点 好好补一补 你看 都好好吃啊 七少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 殿下的毒蛊骨 只是暂时被压制了 受有不慎便会毒发 卑职猜想 殿下最近是忧心过度 才会加快了毒发的时间 殿下现在着实危险 下次毒发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请殿下以身体为重 切莫再操劳过度 太医 请回吧 是 我边境百姓 现在性命堪忧 我多耽误一刻 就又会有多少百姓枉死 西风 千万不可因为我 耽误了行军的进度 马上通知大家 把爱营前进 可是 殿下 快去 是 是 只能违背殿下的意思了 把王妃接过来 只有她能够劝殿下 这里离美海不远 我快马加鞭 只需两日就能回来了 你在干吗呢 七少 这个是你的血液 你体内有一种毒 跟毒瘟特别相似 但是又有另外一种毒 把它给克制住了 之前 我在采绝踪草的时候 不小心种了绝踪草的毒 后来又吃了 绝踪草根部的叶子 现在身上的毒素 有各种各样的 更何况 绝踪草也是天下制毒嘛 所以很像毒蛊之毒 也是很正常的 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你看啊 这是毒瘟疫的毒 这是你的血液 你看 您体内有一种药性 跟毒瘟疫相克 但是又相互融合 七少 你那儿还有绝踪草吗 绝踪草 我全部都交给玉泽了 更何况 你说的这些 都是没有根据的 那要不你把七毒草给我 我再研究一下 指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说来说去 你还是想要拿七毒草 我跟你说啊 我不会给你的 娘娘 娘娘 西方 娘娘 殿下危在旦夕 你马上跟我去大营吧 丫头 你不能去 西少 殿下这样下去会没命的 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更何况 我答应过龙非夜的 我是秦王妃 我倒要看看 今天有谁敢阻止我救我的夫君 那我也告诉你 只要我顾七少在这儿 我看你能不能去 走 老奴参见陛下 别理 陛下 地方军队正在行军途中 明日一早 便可抵达这里了 龙非夜 明天就是你的死寂 狗丫头 狗丫头 你怎么来了 谁放你出来的 你们怎么看人的 我自己要来的 顾七少 你把他给我带回去 你命令谁呢 短头 听话 跟我一起回去 你还拿不拿我当朋友啊 你们先回去吧 我跟殿下说几句话 记手 请吧 韩芸汐 我没有话想跟你说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不走 死也不走 生不离 死不弃 你走啊 这段时间 我无时无刻不再担心你 吃不下 睡不好 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立马清醒 可是我一见到你就心安了 觉得 就算天塌下来了 也照样能过日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你在我身边 陛下 陛下 不要赶我走了 也许灾难还没来临 我就因为思念你而死了 芸汐 芸汐 芸汐草在顾青少呢 我就算有心头血 也练不了药 所以我们谁也未想说服谁 就让我留下来照顾你 好吗 来 殿下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给你做的糕点吗 我怎么会忘呢 我就是因为吃了你做的糕点 才毒蛊爆发的 这辈子我可都忘不了了 我当时也不知道嘛 不过你做的糕点 真的很好吃 真的 那我下次再做给你吃 好 殿下你现在开心吗 好 当然了 是因为有我在身边 对吗 对 我在梅海 每天都担惊受怕 担心殿下的身体 没有一天是开心的 殿下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 为什么不在最后 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呢 坐过来 好久没有这样抱着你了 芸汐 嗯 你说得对 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为什么还不能珍惜 这最后的时光 哪怕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们也要一起度过 好吗 殿下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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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令兵 大人 快去禀告给殿下 是 这确实太阳净了 未免有些古怪 这么大的村庄 没有一个村民在劳错 会不会有埋伏啊 若万一有埋伏 地方是普通的士兵 还是有几分胜算 可毒蛊人的战斗力 是普通人的千百倍 我们稀里糊涂地就中了埋伏 被人四面包抄 我们便成了人家案板上的肉 殿下有令撤回实力地 安营扎寨 后撤实力 安营扎寨 陛下 情况如何 敌军可中了埋伏 敌军并没有进村 反而倒退了实力 安营扎寨 蠢才 埋伏的事不好 这么快就被对方看出了破绽 事成无能 请陛下恕罪 废物 下去吧 是 龙飞衣 是你逼朕主动出击 西京的五万毒蛊 五大军准备得怎么样了 回禀陛下 已经在后方待命 把毒蛊人大军和穆家军队集合起来 兵分两路 把龙飞翼的军营给朕包围起来 老奴遵旨 龙飞翼 朕看你这次插翅也难飞 殿下 各部营帐全都安排完毕 殿下 沿途的百姓已安排撤离 这里的地势很容易被包围 传我令下去 各部丢弃营帐 简装迅速撤离 遵命 殿下 既然你知道这里不是安营扎扎的好地方 为何还要如此大费周章 我们边打边撤 就是为了拖延天徽帝的进空时间 这样百姓们才能够安全撤离 有你这样爱名的殿下是百姓之福 如果将百姓们至于水深火热之中 那我光复秦夕又有何意义 殿下胸怀天下万民 邪不胜政 人意之事必胜 天徽帝的独孤大军不容小觑 此次他轻其所有军力 必定要与我竖死一场 之前我怕走漏风声一直不敢告诉你 这是之后的作战计划 如果我坚持不到大战那天 记得把这个交给媳妇 殿下你不会有事的 将士们期待的也是你跟他们一起打败敌人 你一定要好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